山区里更是很令人担心 我们看到了国度围脆 很脆弱 这样移一下 整块的山都像豆腐一样的 一块一块的崩塌下来 连大树 连根都这样的崩塌下来 土石等等 这样的山路多么危险 也看到了要抢通 因为这一条道路在南头 也都是有很多要通往的一条主要道路 它的山壁是这样的 所以会常常崩山 看到他们在修路 实在是也心惊胆跳 还有来往的车辆也有 就是一直挖来 看到的都会很令人担心 但愿人人都能平安住在平安的地带 有人住山就一定会被破坏的 因为要生活 所以一定会在那里跟你营农场等等 那实在是不同 现在就是要恢复 保护山地的时刻 赶快造林 也可以抢救在未来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